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常常覺得可以讓別人笑 是一件很幸福很棒的事 可是笑點要不低俗 又很好笑 這件事情難度非常高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達康達康來到現場 他們是全臺灣最努力 想要讓你開心大笑的 藝文男孩團體 阿達你好 惠琳好 觀眾朋友們好 觀眾朋友們好 惠琳好 昨天我接到阿達的電話 是 然後我那時候 從那一刻就開始很開心 阿達就是 喂 惠琳嗎 我是阿達 因為開了擴音 就不小心用演出音量的講話 真的嗎 哈囉 惠琳 怎樣 你好 各位觀眾好嗎 感覺是這樣子 感覺是你在演示什麼事情 故意裝作什麼 剛剛我什麼都沒有在做 你們兩位其實是臺灣 很少數很少數的漫才演員 為數不多的 是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什麼是漫才 漫才其實跟中國的相聲有點像 它是兩人一組的站台喜劇 那它的角色分別是一個裝傻 一個吐槽 然後在日文裡面裝傻就叫做 寶貝 寶貝是 寶貝其實翻成中文是 笨蛋的意思 然後 吐槽 就是吐槽 它本身也是 應該也是可以作為一個動詞 一個是吐槽的 一個是笨蛋 裝笨蛋的 那裝傻就會持續用 說一些錯誤的事情 犯錯 然後吐槽就會指出他的錯誤 並且糾正他 然後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這種拉鋸 就會形成漫才的演出 所以你們兩位誰是吐槽 誰是笨蛋 他是吐槽 我是笨蛋 這個是你們猜拳決定嗎 輸的人就當笨蛋 我決定他就是笨蛋 高壓式的一個環境 學長 大我一屆的學長 兩位都是北藝大高材生 學長學弟 他常常在學校的時候會說 就是 你是笨蛋嗎 對 之後我覺得是笨蛋 基本上就是校園霸凌 大學校園的霸凌 之後就決定了這樣的行動 這我很難想像 我覺得我們要 現在要現場請兩位站起來 觀眾就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很難相信 他會說他是笨蛋 然後他一直被欺負這樣 我們請兩位站起來 然後幫我們示範一段好不好 一 二 三 大家好 我是沙達 我是康康 我們是達康 達康 大家好 最近常經過一些二手車行 看到一些二手車真的覺得很心動 可是買二手車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要不然就是跟那個汽車銷售員 沒有談清楚的話 被騙了就完蛋了 這倒是真的 對對對 像這樣 先生 看車嗎 看看也好 那要參考一下這台限量的 對 我們這台限量的內部空間 非常的寬敞 特別加長的設計 你說像加長里車那樣 不是 我是說很加長 很溫馨那樣 這個加長 是 那接下來我幫你介紹一下挑高的部分 挑高 是 足以容納一個成年人佔力 是沒有問題的 這台車也挑太高了 自從半年前退役之後 這台公車一直保養得不錯 公車啊 我不是來看公車的啊 你看上面這些吊橫把手有沒有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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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來買公車好不好 一般的二手車行就好了 一般的二手車 歡迎光臨全新二手車行 等一下 全新這名字跟二手車衝突好像有點大 不是 因為我們公司是希望客戶來買車 就像買了一台全新的車回家一樣的道理 這服務概念還蠻好的 對 無論是性能上的 還是價格上的 價格上全新就不太對了 我們價格上就很超值啊 這個意思啊 但外觀上可能就比較抱歉了一點 我們外觀也要顧一下吧 先生 內在比較重要 我知道 我是來買車不是來挑女人的 有沒有那種也有外觀 然後也有性能的 那我跟妳介紹一下 這台藍寶街你呢 太極端了吧 有個貴的 買不起啊 是我自己的 那炫耀而已是不是 OK 外觀你覺得怎麼樣 藍寶堅尼當然很漂亮啊 那再來 這台寶石捷你覺得怎麼樣 又是你的啊 不是 是我剛剛撞爛的 撞爛你給我看幹嘛 他的外觀本來是Porsche 911經典款 外觀你覺得怎麼樣 Porsche 911當然很漂亮啊 好的 幹嘛一直給我看高檔跑車的外型 接下來這台是我真正要推薦給你的 藍寶石捷 怎麼叫藍寶石捷啊 藍寶基尼跟寶石捷合起來講啊 對 我們在外觀上參考了前面兩台特色嘉儀 就設計而成的 相信一定符合你的口味吧 聽起來蠻漂亮的 是 是 是 再搭配那個 尼桑March的內裝引擎 March嗎 一千CC的藍寶基尼也太弱了吧 藍寶石捷 就一樣啦 我知道啊 你不覺得這樣跑得很快嗎 我一千CC一點都跑不快吧 跑不快啊 藍寶基尼耶 裝上一千CC的引擎 是啊 看來你已經懂得內在沒 比較重要的道理了吧 我現在買車才不是來聽你上課的好不好 沒有人會這樣賣二手車賣不出去啊 不然一般人都怎麼賣二手車 一般人像這樣賣 先生你好 歡迎光臨我們二手車行 隨便看 隨便看 欸 那台 先生真有眼光 這台福特Century啊 這是我昨天失竊的那台啊 等一下 我才沒有賣張車耶你 Christina 你名字都取好了 等一下 我沒有賣張車啊 不好意思 我認錯了 Christina前面應該有一支豹的 你知道嗎 跟福特也差太多一點吧 Christina 先生很難過啊 看得出你真的很愛車啊 我昨天不應該把他一個人留在紅線區的 你知道嗎 被拖掉而已吧 賦金居然要三千六百萬啊 怎麼可能啊 我們臺灣市政府怎麼啦 Christina Robeca Lavachita Nova 你是不是拖幾台啊你 Iguvada 謝謝 好精彩 我們剛剛首位是打電話來 說藍寶建議你亂停 停在外面 沒有 他還有很多台啦 他還有很多台 沒關係是不是 他家裡都要停四台 對 我還開一台卡車裡面都是啊 藍寶建議啊Porsche啊什麼的 而且他比一般的富豪更好 他每一台都微停 通常你們這樣子的創作是怎麼產生的呢 是誰寫這些橋段 然後你們是去觀察了生活中的哪一些事情嗎 靈感來源是什麼 你是真的有買二手車的經驗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連駕照都沒有 我們兩個都沒有駕照 二手車這個是因為我以前我們在關渡 台北藝術大學的時候 我們從騎摩托車嘛 機車組 然後本來是想寫機車組很痛苦的故事 然後我發展發展的就想到 我以前騎車經過大渡路的時候 就是成的路末段的時候 很多賣二手車的 然後就覺得機車組會想要 當然會想要換車啊 如果有一天 然後想買二手車的情節大概會是有什麼呢 然後會不會出現一些趣味的事情呢 這樣子 然後就慢慢延伸出這個作品 對 那我們剛剛演的其實是五分之一吧 對 正常的段子大概十分鐘 這個段大概是十分鐘 在這個角色分配上面 他就是要講一些很無厘頭的 沒道理的 違反常規的話 這個是很好的 就是違反常規這個 因為其實也是跟這個段子在寫有關係 這樣的寫法啦 因為突然覺得這樣子寫 這樣的笨蛋和吐槽互動會蠻有趣的 所以就這樣寫了 我們當然也可以以其他奇怪的笨蛋角色 來寫二手車的題材 但是我們在創作的過程就會想 也許這樣子會更有趣 我們就會選擇用這樣的笨蛋 或是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常常是兩個搭檔或兩個角色之間 發生了關係 對 所以說現在這個角色的關係 可能是他耍弄我 對 那有另一個可能是 他一直搞不清的狀況 然後我一直指證他 我一直要告訴他 這有可能是一種關係 對 就看創作的類型以及其他 然後我媽有一天在餐桌上吃飯 其次又很興奮跟我說 他就說 你叫達康啊 達康嗎 達康 達康康 我說 好好 問一下康康 問一下康康 很好啊 叫達康嗎 好 問一下康康 問一下康 好好好 你問一下康康 我覺得不錯啦 我覺得不錯啊